慈激志工在全球各地有需要的地方 都会提供给清寒学子助学金 而在正式发放前后 也会拜访这些助学生的家庭 实地的了解情况 不过镜头上往往呈现的 都是拜访当时的画面 其实各地的慈激人在通勤的路途中 也耗费了相当多的心力 这一则报道就要带你来看 马来西亚 马六甲的慈激志工 所遇到的各种挑战 助学生家访对慈激志工来说 有时候就像个超级任务 许多马六甲的助学生 都住在偏远郊区 志工寻人 使命必达 除了靠热心的民众指引 事前的功课也不能少 像今天还没有来之前 我们就先看 看那个地图 那我们就分到很清楚 就是一个父爱 就是那个达曼 就是跑那个达曼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 就不会懂跑西跑 浪费掉那时间 我觉得大家都蛮 好像很期待这样 所以觉得是一个很好 很棒的经验 对当地慈激人来说 世界上最棒的志工经验 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 达成任务 让清函学子顺利就学 再来新闻 吕佳佳 池秋庆 马来西亚